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今天固守拥有上百万张选票的桃园地区 一整天都在这里用车队扫街 更喊出要在桃园的得票数过半 民进党内部估计只要北部输的不多 蔡英文就很有机会当选 而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是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将率领二十几位院士 参加蔡英文在台中的造势晚会 这也是李远哲第一次站台复选 民众放鞭炮夾到欢迎民进党总统候选 蔡英文选拳四十八小时车队狂扫 蓝营票仓桃园 从南桃园杨梅一路扫到北桃园 桃园市区和卢竹 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机车 热情民众一路相随 蔡英文指导蓝营票仓抢供客家票 也呼吁民众要返鄉投票 更希望再有百万选票的大桃园 拿下过半的票数 蔡英文喊出桃园得票数要过半 也对盛选有信心更多次重申 当选后将组成大联合政府 不过对手马英九批评 上任后三年多曾经七八次邀请蔡英文会面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質疑蔡英文大联合政府的主张 而蔡英文也提出反驳 我们在很多场合也请马英九总统 来一起跟我们对谈 他也都拒绝了 总统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他的政治需求 而不是是说 他真的真心诚意的 想跟在野党的主席 用实质的问题来交换意见 蔡英文一整天在桃园密集扫街 晚上赶往中台湾彰化和台中 监总统李登辉和前中研院长李远哲 选前关键日相继表态挺菜 而李远哲十二号晚间 还将率领二十多位中研院院士 现身台中造势会场力挺蔡英文 这也是李远哲第一次站台服选 记者林姓郭俊玲 A3Q小组桃园报道